各位合作夥伴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貝猛鞍教育學院 WatchGuard的診療妙季 那這一季來到我們第27季 由於上一季第26季的時候有說到Adaptual Log的設定 那有些人看到畫面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不太明白 那我這邊這一季就簡易的來解析一下Adaptual Log它的內容部分 好我們來開始 首先呢我們進到Dimension的報表畫面 OK看到Adaptual這個設定的地方 OK我們點進去之後畫面會呈現這樣子 我們有Time 有User 有AP IP OK 那這三個部分呢 很簡單很直覺 OK 時間就是你在這裡的時候設定的這條Project 修改哪些東西 User呢是你用哪一個User帳號密碼帳號來去做存檔 OK IP的部分 當你這台電腦這台系統去做存取的時候 你使用哪一個IP 它這邊就會記載 那最後的部分 也就是上次有很多人問到說 欸它有點看不懂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條Action的部分 好我們的重點就來了 首先我們看一下我們修改的過程紀錄喔 OK我這邊針對的功能去做修改Level部分 那Adaptual Log它就會呈現說我去Modify這裡 我不會看到說我太仔細了 也就是說我可能是對File Log把它調整Arrow到InvMetal 但是我可以看到說 這個User它有去做修改Level 所以說在這裡就會呈現這一條Action 好 所以在UTM或是這種功能上面的設定 它就會呈現這樣 但是在Policy的部分 它會比較的複雜 OK 我們看到我們修改的這條Policy 它可以有五條Action 甚至如果你修改的東西更多的話 可能還會出現更多的條 好 那首先我們看到Policy Name OK 看到的是Apple Pen Policy 所以這條Policy它告訴你說 它增加一條Policy叫做Apple Pen Policy 而且它增加了之後 也增加它的Trump跟Trump 就是來源於目的地 OK 這三條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增加這條Policy 然後Trump跟Trump的功能也設定進去 也是增加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我們Modify的Policy 跟Modify的Alias 原因是因為 我們對這條Policy裡面有去做修改 我們不是用綠色的 所以我們修改了之後 我們在Trump 我們增加一個 不是預設的 FQDN 那所以我們 就是修改了動作 所以有ModifyPolicy 那增加了之後呢 我們也Modify了Alias OK 在Trump這邊去做修正 所以整體來說 其實不難 也很直覺 甚至說 它針對一個Policy 就出現了五條Action 大家可能對這個部分 產生了一點疑問 OK 那最後 提醒大家 這個東西都可以會出成 Excel檔 OK 好 那這以上就是Adaptor Log 的方面 那如果說 大家在以後 用到這個功能 有一些地方 覺得 還是不太明白 不太了解 都可以透過我 一個方式來詢問我 OK 或是在臉書 那下方都可以留言 還有我們YouTube OK 幫我們訂閱按讚之後 下方也可以留言 詢問 那如果我有看到你們的問題 我就會來一一的解釋 好 那這一次的教學呢 就交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